2021年1月19日 根据台媒报道 上世纪80年代 尹哥双妻玉女红星刘兰希精传此事 享受61岁 刘兰希是琼瑶女郎 更是第一位尹哥是三妻的玉女红星 不同于林青霞的空灵 吕秀玲的柔美 刘兰希六清新脱俗甜美 是当年无数武 六年级生少男时代心中的学生情人 如今道荣法师61岁元纪 达赖喇嘛在台湾的弟子 以金刚经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英左如士官 来形容刘兰希的一生 她在1991年西影剃度出家 法号为道荣 其宝妹向媒体证实了姐姐去世的消息 她说 道荣法师于2022年元月10日 与美国旧金山至葬寺源纪 宝妹并没有唤其姐姐 而是以道荣法师相称 法师以卧佛之姿 安住于大院立禅定中 面容安详 身体柔软 胸口长暖 肉身不坏 空中并现彩虹 种种瑞相清静圆满 正得无上佛道 回顾刘兰希这一生 虽然短暂 但似乎经历了不少人 不曾有的人生经历 短暂而充实 她出道的时间很早 16岁还在读书的时候 便与同学一起参加了歌唱比赛 没想到因为其清新脱俗的外貌 被一位美术设计发掘 介绍给了制作人认识 从事便开启了演艺之路 由于甜美的外形 假之清纯的歌声 刘兰希不论是主持节目 还是唱歌演戏 都发展得异常顺利 首张专辑西洋恋曲《易经问世》 便引发抢购热潮 之后又陆续推出风《别敲我窗》 也将花的回忆 小时候的愿望 又是轻轻的《风》等专辑 刘兰希的歌曲 给人一种小清新曲风的感觉 还因相貌歌唱《神似邓丽君》 被很多人用来做比较 作为当时当红女星 其人气程度不亚于现在的女星 自然是引起了琼瑶的注意 成功参演了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 她在电影云且留住聚散 两依依中的戏份都不轻 但都是女二号 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 当时被不少媒体调侃 是永远的女二号 后来刘兰希去香港发展 在电影《亮不亮》没关系 担任女主角 但票房依旧不理想 同年24岁的刘兰希 与大自己10岁的那颗医生梁荣基结婚 婚后第二年 因工作原因跟随丈夫赴美 在丈夫的鼓励下接触佛法 当时二人都在研习佛法 之后刘兰希在佛法中 找到了人生价值 后来丈夫要返台 而她则是留在法云寺 和妙境师父学法 当时刘兰希在美 接触佛法不到一年 便有了出家的念想 为了争取家人的谅解和祝福 她又花了五年的时间 说服和等待 在美国时就不断给父母写信 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 最后获得圆梦 在剔度的时候 丈夫和父母都在一旁陪伴 刘兰希知道自己出家的选择 是踩在许多人的泪水之上 当时她的耳边传来了 嘻嘻嘟嘟的哭声 她心里不断默念 不要哭 千万不要哭 之后她便进入佛学院学习 和二百多个出家泥 一起过修行生活 前半生是当红清纯之姓女星 后半生是道容法师 刚出家的时候 刘兰希对佛学院的群体生活 很不习惯 每天都要煮两百多人的大锅菜 铲子要比自己家中大十倍 出家半年后 在一次灵犬寺举行的行会上 她曾经的影迷来了很多 只见她身穿一身灰布长衫 她已是道容法师了 已与过去的自己说再见 后来又在一次行会上被人认出 即使剃光头发 但是清秀的脸庞不会遮挡 她曾说学佛使她内心清净甜事 连做梦都会笑 对于过往的人生经历 她很感谢粉丝的喜爱 如果能活在别人心中 也是珍贵的经历 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 玉女红星刘兰希出家之后 以道容法师身份 在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 荧光幕前 就是达赖喇嘛尊者 第一次来台访问的那一年 至1997年 担任随行翻译的道容法师 熟悉的身影被人发现 立刻成为热搜话题 点灯节目制作人张光豆 接受三例新闻网访问时回忆 她非常慈悲 我邀约她时 原先担心她会拒绝 没想到她立刻同意 而且态度和气 就像是准备好要度人的法师 令人心生欢喜 来录影时 是她曾非常熟悉的工作场域 自然且配合 完全不需任何担心 而后 因为她是出家人 不好打扰清修 自然就不便再联络了 曾经与道容法师 有过一面之缘的作家落地生回忆 我的初中同学小咪 据说就是道容法师的表弟 以前我们还很羡慕 她有位大明星表姐 但是当年也没想过 要同学帮我们 拿一张明星签名照片 毕业后不出几年 听说她的表姐结婚 胆出影坛了 93年我在旧金山 当年詹母亲的光 一起皈依在梦深老法师座下 当时梦老在弯曲弘法 住在一位居士供养的精神 家母要我每周都去拜望法师 于是我每个周末 都会参加梦老的拜禅 一次拜完禅之后 弟子们正在和师父说话 这时门铃响了 我去开门 进来一位年轻的僧人 正是道容法师 后来才知 当时道容法师才刚出家医 两年 当天道容法师 是来向梦深法师请法的 他在修行和读经过程中 有些不明白之处 很诚恳地来跟梦老学习 这两位菩萨 对话谈得法医太高深了 我们俗家弟子不敢插嘴 他们谈了好一会 道容师要离开时 我向他问了个训 我很恭敬地说 道容师有大智慧 我们俗家弟子 很难仰望其后 他很客气地说 大家都在学习 我跟道容师 就只有这么一面之缘 感觉他虔诚而专注 是位非常精进修行的出家 人生有很多道路 道容法师选择的 却是一条很难的途径 他曾经在年轻岁月中 就为众人爱慕追捧 名利早道 后来他却能放下一切 选择倾苦寂静的宗教修行之徒 坦白说 当时真没有几个人 能达到这种境界 人是无常 前几年梦老缘寄了 今天道容师也功德圆满 哲人日已远 我虔诚敬拜 恭送法师达到更高的修行境界 希望在未来时的某一刻 这些闲师能再来点话我们一下 脸书有人回应 世间无常 道容法师是出家堂哥同届 与佛学院的同学 堂哥说他非常用功 道心坚固 为人谦和低调 习近谦华 如一颗灿烂的流星归尘土 能放下尘世的荣华 这点就非常难得 不是一般凡夫所能做的 达赖喇嘛尊者在台弟子 那的长头发的瑜伽是 以金刚经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鹿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二十个字来形容道容师的一生 妖道容法师在过去成为瑜 格 聚三气一个非常靓丽的玉女演员 那时候她的世界一定很风光 所有的交际应酬 所上的所有场地都是第一等 第一流的 所见的人一定也是都达官贵族 一等级的人 但每当夜深人静时 取散终了之时 她心中想的 难道这就是我的人生吗 难道这就是我的一生 相信她身边有不少的追求者 可是细想 这是我的人生吗 当时她这样的觉悟 难能可贵 二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鹿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金刚经所提的这二十个字 在她内心中 相信已经成为一个定见 当转换变成一个出家人的时候 她要面临 她的这样的抉择是对的吗 得思索 过去的所有的风光已经不在 她沉得住吗 如此坚定地常住在这里 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我觉得这是道容法师 非常让我们敬佩的地方 若没有对法得到正解 是无法走这样的成绩的 三报道说到 容法师原济时面容安详 身体柔软 胸口常温 这是一个从往生者 完全没有惧怕的身体上 产生出来的一个表象 从怕死到达不怕死 从不怕死到安乐 尝了我在 这是一种从身根心 所转化出来现象 是每一个修行人 所追寻的一个最终极的目标 那个长头发的瑜伽士 接受三立新闻网访问表示 再次也赞叹 也学习 也看出所有的人 都有机会可以成就佛果 仅此再次礼绩 赞叹 愿我们能相随地 走向佛陀的佛果路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 请不吝�